老公的飛機飛到台灣來 我們沒有對策 老公的船過來 我們沒有對策 然後他派我們台灣同胞死刑 我們總統告訴我們說 自喬多福 不是 打個把作惠 老公是瘋了是吧 賴清德把大陸當紙老虎 給你搞台獨 看你敢不敢出兵 我聽完都昏倒了 賴清德講了一句話 我看這個比較糟糕的 是昨天賴清德講的 他說民進黨中指揮表示 台灣九成以上民眾 都可以接受 因為大陸現在懲罰台獨 台獨就判時期嘛 對不對 他說有九成都是 要 都九成搞台獨 可能中到該法的波及 希望朝野各黨團結一致 面對中國打壓 這是對國人的期待 你媽的你台獨的 王八蛋什麼樣的亂搞 媽的你要被判死刑 搞我屁事啊對不對 我也不會幫你去拼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賴總統提出 中國新規22條意見 包山包海 形態對象都很廣泛不設限 包括台灣九成以上的民眾 可能涉及提醒國人 如果去中國軍商旅遊 要注意這方面風險 唉呦我靠你媽的 我想呢 雨天啊我看了這句話 我感到沒有一個 蛤 為什麼我感到沒有一個 我會很簡單嘛 第一個我不會去中國軍商 我也不會去中國旅遊 我也不會去 我最近也沒有去的打算 我以前我還會回老家看一看 我講為什麼感到沒有一個 今天中華民國總統 我們看到我們老百姓 被老共來威脅 這種說你他媽的台灣人敢搞台獨 我跟你判死刑 對不對 然後我們總統告訴我們說 唉呦 是嗎 可能大家都要倒楣喔 然後我們大概九成都會倒楣喔 然後呢 對這個事情呢 有沒有對策 沒有啊 沒有對策嘛 那我被判死刑 他媽的你總統不救我 你總統叫我搞台獨 你總統不是台獨今生嗎 對啊 叫我搞台獨 然後搞了台獨 我被判死刑 然後唉呦 你小心 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我講很簡單嘛 我現在跟賴總統喊話嘛 到今天為止 我一直等今天賴總統昨天發言嘛 我中間我都不談這件事情 等什麼你知道嗎 等什麼 我很簡單嘛 你今天中共北京敢用國台辦開記者會說 台灣人搞台獨 我給你判死刑 那我可不可以在台灣 在台灣 我開個媽的 開個媽的 開個記者招待會 可以啊 完全一個法定程序 對啊 用大法官會議解釋也可以 你只要有人要敢主張武力犯台 我給你判死刑 可以啊 合不合理 對策嘛 你用槍 你用武士刀砍我一刀 我他媽也砍你兩刀啊 對啊 這台灣很簡單啊 你怎麼會叫我他媽自求多福呢 對啊 所以我現在講嘛 民進黨政府 應該有種的人 就出來開一個記者會 告訴中共 全世界只要有任何人 很簡單敢主張武力犯台 我中華民國政府就用刑法來辦你 對 判你死刑 這麼簡單嘛 那我判死刑以後 我怎麼樣執行另外一回事 尚模 你媽的你敢噴我一句 我就噴你兩句回去嘛 對啊 這最基本的啊 那我怎麼應不起來 啊 我怎麼應不起來 玩假的啊 我主張什麼 我主張中華民國派 我從來沒有變過 30年不變 主張中華民國 林楚銀看愛奇異啦 我從來沒有過 我跟老公也是一樣 不爽 該罵就罵 我現在講的 不知道講別的 現在我也不要亂談 談很簡單一件事情 人家 老公的飛機飛到台灣來 我們沒有對策 老公的船過來 我們沒有對策 然後他派我們台灣同胞死刑 總統告訴我們說 自求多福 不是 大家把做會 他跟老百姓取軟 我們綁在一起 九成九成 我們國人要團結 你媽的團結有個屁用 你就給我表現出來 我支持你團結 你就給他判死刑 好不好 這件事情我是非常憤怒 請雨仙人 你再幫我補充一下 不是啊 我坦白講 做政治人物真的要有叫小 我覺得我們都是在跟叫小有關 因為以前舉台獨的牌子也是你 就是你說自己是一個台獨務私工作者 你說台獨是你的品牌 台獨是你的口號 台獨是你的信仰 對不對 但那個時候講白了 如果說台灣90%都是台獨 那就不用講了 台灣90%都是台獨 那就不用講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每個人都一樣 就像我們不用討論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不用討論我們是中華民國 那就沒有所謂的政治性能跟口號 也沒有所謂獨派 台灣90%是獨派 對不對 所以賴清德 你要勇敢的主張你的信念 你要勇敢主張 比如說民進黨的黨綱 叫做台灣前途決議文 就是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對不對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那你就該勇敢承擔 我坦白講啦 我若是總統 除了說跟吳董剛才講的 你知道我會做什麼事情嗎 很簡單 我就會講 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就是一個既定存在的事實 如果說中國想要判刑 那我就是2350萬人所選出來的總統 我就代表著這個台獨應該要受贏對象 有膽有種你就請先判我行 我承擔在所有2350萬人面前 我替2350萬人承擔 因為我是大安民選出來的代表 要判先判我 我黨第一個 對不對 你要有尷尬有叫小 那我跟你講連國民黨都跟你比戰 對不對 代表你這個信所信 信所信 那個信你所信嘛 國台辦講很清楚 要用極端惡劣者判死刑嘛 對啊 那你就賴清德出來講 就是你們白極端惡劣嘛 對啊 賴清德跟他嗆聲嘛 賴清德判死刑嘛 有本事判賴清德死刑嘛 他也不敢判你嘛 他敢判你嗎 不敢啊 賴清德要搞台獨 要帶大家衝 結果老共 他現在幹什麼 他利用老共這個22條在幹什麼 要搞清宗 要搞抗中保台嘛 要來搞內部鬥爭嘛 他利用老共來扣帽子 扣劉寶傑帽子 扣張高祥帽子嘛 扣張高祥帽子嘛 對不對 都搞這一套嘛 這種貨色嘛 你知道嗎 那你這個總統怎麼當 我現在不是 我主張是一回事 就是你沒有一件事情 對外解決不了問題 全部拿外部的壓力跟困難 來恐嚇同胞 對 恐嚇自己人 恐嚇台灣人 對 對 扣張高祥帽子的說明就是說 這個賴清德認為大陸是指老虎 所以說這個 這個他不敢來打台灣 對 他不敢來打台灣 他就可以騙到選票 就可以拿這個來打壓國民黨 變成國民黨也是指老虎沒有用 那國民黨故意用戰爭跟共產黨來嚇台灣人 所以他2026 他講賴清德就會勝利 2028也會勝利 這是什麼這個我聽完就昏倒了 對 為什麼昏倒你知道嗎 台灣如果一直有人在這邊講說大陸是指老虎 那媽的 萬一 那你不是昨天聽到那個參謀總長叫什麼名字 哪一個 昨天沒加速 他怎麼講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 老共最有可能是什麼 是什麼 由 現在是演習 對 由演 轉戰 OK 演習一般被打過來 OK 我們媽的老郭 郭正亮我真是我很好 我老朋友 你老君 老君壞掉了 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在 台灣 公然來解釋說賴清德心目中認為大陸是指老虎 大陸有鷹派 對啊 大陸有鴿派 對啊 你不要搞搞 你台灣就得而追不起大陸嗎 我們就是要在美中之間夾縫中求生存 對啊 我們就是什麼的 調通的媽媽桑吧 我們就是那個叫什麼 左右逢源 左右逢源是台灣的唯一生存之道 郭正亮你在這邊戳大陸來打台灣嘛 對 大陸指老虎啊 大陸我跟你講你看 你怎麼指老虎不敢打所以賴清德一直搞你啊 我靠媽我聽完嚇壞了 那外一來怎麼辦 那把泰式搞高怎麼辦 賴清德碰到老公也不敢假笑啊 所以這些人通通在搞內銷 通通在利用兩岸關係 利用美中關係利用共產黨 來搞內部消費 沒有一個人敢去勇敢或用智慧 來處理人嗎 共產黨的問題 這是非常奇怪一個行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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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